药材的差别在这边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自己进修的话 食材你可以以食谱书的为主 那药材的话 会建议大家先以厨房的香料为主 了解你家厨房香料的特性为主 这样子你就比较好用 而且我们说 一般来说 我会比较不建议大家 就是太直接的跳到用药材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可以 不管是药材还是能量疗法 所有可以很快速的减缓 或者是治好你的病 或者减缓你的症状的药物 它都很有可能在你用错的方式之下 很即刻的对你造成伤害 我再讲一次 越激烈的东西 它的疗效可能越快 可是像同样的 它对你造成的伤害可能也更大 越温和的东西 它疗效没那么快 可是它对你造成的伤害也会比较小 懂我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会说 像我们教授常会说 你只是杀鸡 干嘛要用牛刀呢 这个东西 你用自然 你同样是瘴气 你用阿味粉就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要用到其他的药材 OK 其他的药材对身体来说 可能会是个负担 可是阿味粉你把它当食材用 你长期用 就算你想要长期用 它也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负担 OK 而且现代人有一个很好 很有趣的观念啊 就是 我的西医朋友也常常跟我 很无奈的跟我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很多人会认为啊 有病治病 没病吃了防身体 可是问题是 今天如果是药的的话 药它的功用 或是草药的功用 就是为了让你做平衡用 OK 如果说我今天是为了让你做平衡用 你今天已经回到了平衡 不管你过之前是 太消极还是太积极 你现在已经回到平衡的状态了 你为什么还要再用它 OK 这个是大家要想的问题哦 所以像我西医的朋友常说 很好笑 从那个新冠之后啊 很多人 即使他没有感冒 他也没有生病 可是他就一直来要我开感冒药给他 因为他担心 他如果不持续吃感冒药 他会容易感冒 然后他就跟我说 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感冒药 都是让你那么好消化的 又或者是 有的人他会认为说 我很担心我会维他命D不够 所以我要拼命地补维他命D 结果补过头 你的身体就出问题了 OK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体系的医学 OK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 越温和的 就是你要长期使用东西 必须要是比较温和的之外 再来就是 不是所有东西就是 有吃就会有效 在安育废头的观点当中 你不是你吃的东西 在安育废头的观点当中 你是你能够消化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消化 你吃下去的益生菌的话 你吃下去的益生菌 会变成毒药留在你的身体 你今天如果有办法消化的话 即使是蛇毒你喝了 它都会变成你的养分 这是一个 阿育废头跟其他种类营养学 不同的观点 我们会认为 你能够消化跟代谢最重要 而消化不是指说 我今天有食欲 消化在阿育废头来说 完整的消化包含了 消化 吸收 代谢 跟排泄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 我没有食欲 所以我要进行排毒 或者说 我今天食欲很好 就代表我的agni很好 我可以随便乱吃 不是 你很有可能 很有食欲 吃得下去 可是下面已经塞住 我出不来 在阿育废头来说 我们说这样是消化不好的 所以这个概念要有 所以 与其去学很多的药材 我会希望大家去了解你手边的食材 与其去很专严于你手边的食材 像我就有一个学生 他很有趣的是 他就一直跟我说 他很好学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他为了要能够验证阿育废头的 用芝麻油来有树的这个现象 的这个做法 是不是真的是对 或是用芝麻油来按摩身体 这个做法 是不是有养生效果 所以他甚至因为买不到 台湾买 他买不到冷压的芝麻油 他还去买了那个 炸油机在家里面 自己做冷压芝麻油 OK 台湾买得到 OK 我要先跟大家说 你买得到冷压芝麻油 要有管道 那我现在要说的是说 与其让自己走向这么极端 我会宁愿你先保持一个大原则 就是 不管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只要这件事情会让你产生压力 请你就先不要去做它 因为在阿玉废陀的观点 压力会增加你的Vata能量 所谓的风元素跟空间元素 当你的Vata能量增加 它的不定性会影响到你身体里面 所有的机能都会产生不定性 当你的消化系统产生的不定性之后 那么你就会有可能 一下子很饿 一下子不太饿 吃下去的东西 一下子可以消化吸收 一下子又不能 OK 所以 记得 食疗还有所有疗法 它如果会对你造成压力的话 请你缓一缓 OK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要长期使用的东西的话 首先当然 所有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不管是上一段 还是这一段讲的东西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惑的话 请你一定要先咨询你的西医 OK 因为在台湾或是在华人 在全球除了印度跟斯里兰卡之外 西医是主流 OK 所以请你先去咨询你的西医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这么做 即使它是某一种食物的调整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长期 想要长期用一个东西来保养自己的话 请先以食物的方式来取用它 而不是以药材的方式来取用它 OK 那我这边说的食物的方式来取用它 就是比方说 你不要吃姜黄钉 即使是用药材 我们也不建议你吃姜黄钉 因为姜黄钉 我不想得罪太多人 可是在阿玉汇头观点来说 它不是一个我们会建议大家吃的东西 好 那与其吃姜黄钉 你不如在你的每一餐当中加几搓的姜黄粉 它的养生效用会比较高 OK 因为姜黄钉的那个量 你一般在饮食当中不太可能吃到那个量 那因为你不大可能吃到那个量 所以就算你的身体是不适合吃姜黄钉 可是你吃了姜黄粉入菜 你不会受到伤害 OK